好 因為有100多封信呢 我們速度要加快了 那今天這一封信是講 問說想學習名單收集 怎麼找到最精準的族群對他們打廣告 用最低的價格取得名單呢 好 這個在書裡面 這次出版的書裡面好像有提到齁 就是 比如說我們要去打廣告 大部分都會去 花錢打廣告的部分主要是在 Google的關鍵字廣告 或是 Yahoo的關鍵字廣告 還有就是現在最流行的 Facebook Facebook最近又推出 Instagram的手機版的廣告 Facebook最大的好處跟關鍵字廣告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他可以鎖定比較精準的族群 比較精準的族群 所以這個問題最精準的族群對他們打廣告 就是要先找出來你的產品的受眾對象 比較適合哪些族群 比如說你要用最基本的年齡 性別還有地點 Facebook可以打到縣市的範圍幾公里內 假設你是做小吃店的 你當然不希望打到全省 因為太遠的地方的人不會來 那如果你是賣衣服的 你可以全省都賣 那你可以打全台灣 無所謂 所以精準的族群就要看你的商品的屬性 還有臉書他比較強的地方是在於他可以了解每一個人的興趣 因為每個人都會去 可能他到自己比較喜歡的網站去點讚 粉絲團去點讚 或者是去某些社團加入 是相關興趣的社團加入 或者是他會去判別你點過哪些人的讚 就是他會知道你對哪些主題是比較有興趣的 那由於他有這個機制 他可以判斷出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大數據 他們有這麼多會員的興趣4號的數據在他們手上 所以你在投放廣告的時候也可以選擇 針對興趣去選擇 那當然你要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就是你賣的東西是屬於什麼樣性質 什麼樣興趣的人會比較對你的東西會比較有需求 那你就去那個興趣去打廣告 針對那個興趣去填寫關鍵字 找到那個興趣的族群去打廣告 那這樣就會用比較低的價格去取得名單 那你可以多打幾個廣告 我們常講A-B Test 就是你可以去測試 A廣告跟B廣告 兩種不同的文案 不同的照片 不同的撰文寫文的內容 然後兩個廣告同時去並行 可能一天就花300塊 各花150塊 或者是各花300塊這樣子 測個兩三天 就可以知道哪一個廣告是比較多人點擊 點擊之後呢 比較多人留名單的 那你就用那一個廣告繼續跑 比較差的那一個人我們就把它拿掉了 不要用 那你可以再繼續精進你的廣告文案內容 再去寫 如果你覺得效果希望再好一點 那你就再寫不同的文案內容 不同的圖片 甚至現在很流行的影片廣告 Facebook投放影片廣告成本是更低的 所以你就用影片廣告去吸引別人 那當然影片不是說 之前有個人很好玩 他就說影片不是很強嗎 他就隨便抓一段影片就丟上去了 結果那個影片根本呈現不出 跟他產品有什麼相關的內容 他就 我就覺得 呃 好像是誤解了 很好笑 並不是說 並不是什麼影片一丟上去 就會有更多人看 不是這樣子 主要還是要看你影片內容 到底跟你的產品有沒有關聯啊 還有影片是不是夠吸引人啊 那個當然是有技巧的 不是隨便做一段影片丟上去就 一定會有好的效果 不是那回事 好 下一題 老師未來的願景 網路的失業有什麼事 老師想完成的事嗎 嗯 願景喔 願景是希望 願景是希望小孩子快快樂樂的長大 然後自己 可以跟太太 安心的退休啊 然後 到處走走啊 就這樣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大願景 那個 心 心無大志 平安快樂是我這一輩子所追求的啦 我不是 我不是喜歡冒險的人 那在網路的事業上有什麼想完成的事 網路的事業喔 其實現在已經趨近於完成了啦 就是希望不要出門也能夠賺到錢嘛 那 出門當然也能夠賺到錢嘛 就是 不管你出門不出門 其實只要有網路 你就能夠 你就能夠賺到錢 那你的生活就不至於 像 以前的年代說一定要有退休金 然後養老之類的 假設你已經打造了一個線上的網站 這個系統可以讓你持續的去有收入的話 去販賣你自己創造出來的產品 那創造這個產品其實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本錢 不需要 因為你只要有電腦有軟體 你就可以自己去創造知識型的商品 你只要有知識有腦袋 然後消化吸收 然後去教育別人去教學 各行各業都可以喔 不是說只有網路行銷的產業喔 各行各業的產品知識都是可以拿來做教學的 教育訓練喔 你可以去想一件事情就是 各行各業的產品 是不是都要先經過教育訓練 那客戶才會使用這個商品 當然那個很簡單的東西就不用講了 日常生活用品那不用講 那個不用教 可是相對的那種東西利潤可能也不是太高 那競爭者也可能會很多 所以你要去思考說 我們怎麼樣去創造一個know how 是別人不懂的東西 或者是難度比較高 比較有門檻的東西 可是經由你的教育 讓你的客戶了解 怎麼樣使用它 所以你這個教育訓練就顯得很有價值 就像國外有人會販售如何去刷油漆 把你的房子的油漆刷的漂亮的這種教學 台灣有沒有我不知道 可是我在特立屋常常看到那個什麼 譬如說實木地板怎麼樣怎麼樣自己DIY實木地板 那種教學影片 那當然他們不是發賣教學影片 但他們是在賣實木那個木頭地板 然後免費贈送你教學光碟 那這諸如此類 其實有很多你可以去發想 生活上有非常多非常多 光是電腦教學 就已經有教不完的軟體 實在是太多了 因為我是走電腦領域 所以我的教學大部分都是電腦軟體相關的 那如果你有擅長你的領域的 那你當然就可以去發揮 那不懂的話很簡單 你就去書店去尋找哪一個類別的書籍是你有興趣的 那個類別的書籍你也可以把它做成線上教學的影片 這些都是我覺得我蠻喜歡這樣子的事業 所以這個是幾乎我想完成的事情也差不多完成了 好下一個是 我很欣賞您在創業的路上一路走來 不允許與大家分享您的創業故事以及心路歷程 謝謝物思分享 感謝 其實會寫這個創業故事 是好玩 當初就是寫部落格 所以才會有那個流奶爸的這個稱號的由來 因為那個部落格就叫流奶爸的網路創業私密日記 寫那五六十篇私密日記覺得蠻好玩的 就是當初是覺得怕我自己以後老了之後忘記了 當初創業的那些好玩的事情 所以我就把它寫下來 沒想到寫下來之後 很有趣就是很多人看到很好笑 然後就有人回信給我 甚至有人跟我買東西 因為那時候在賣伺服器 就有很多MIS就是公司的IT人員 就看到我的創業故事 就是知道我在賣網路伺服器 那剛好他們公司有需要 所以就很多公司的MIS就打電話來跟我買 這個蠻有趣的 下一個人是說想知道是推廣時先找商品還是先找族群 這個當初我自己其實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說你要先找到對的市場對的族群 表示有人買有市場你才去找商品來賣 這樣是比較沒有風險的做法 那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你對什麼東西比較有興趣 你就鑽研那個東西 然後再去找族群來賣 這兩種說法都有人講 那我自己呢 我自己當初是因為逛世貿展的時候 看到一個東西就是那個Linux的晶片伺服器 就是一個晶片插在主機板上面 一開機就是一台伺服器 可以收拔電子郵件可以架設網站 當初我對這個東西非常有興趣 那當然第二件事情我馬上就想到 這個市場有沒有需求 所以其實是同時的啦 應該是同時啦 就是假設你今天去先找族群的話 你可能會知道某些族群的人 有些東西是有某些族群的人一定會需要的 那你去找東西來賣 這個是為了純粹為了賺錢 可是這個東西如果你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你就不可能長久 就不可能支持你太長久 你會覺得無聊對不對 等你真的有點收入的時候 你會覺得無聊然後你就不想做了 尤其是這個東西如果有售後服務的話 你會更 你會更 更無聊 因為很多人會問你問題嘛 賣出去之後很多人問你問題嘛 可是你對這個產品又沒那麼大興趣的時候 你就不會想要深入去了解 所以你會覺得很痛苦 所以你要先找商品還是先找族群 其實應該兩個並重 第一個你先跟我當初一樣 先找到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你要去思考有沒有人跟你一樣 喜歡這樣子的東西 現在要去做這個測試很簡單嘛 你就花幾百塊錢或是幾千塊錢 到Facebook去打廣告 把那個文案先做好 然後Facebook打個廣告 看看填表單的人到底多不多就知道了 所以你先找到喜歡的東西 然後再去測試一下 那這個我覺得比較好啦 不要說你知道什麼東西可以賺錢 可是你對這個東西沒興趣 那也許真的是可以賺到錢沒錯 但是時間可能會比較短暫 也許你搞不好做個半年一年你就沒興趣了 然後又要再找下一個產品 那與其如此 你可以跟我當初一樣就找一個 可以比較支撐你長久一點的 比較有興趣的產品 這樣會做比較長久 那當然如果現階段你是缺錢的話 當然你可能就是先賺到錢再說吧 然後之後再找到那個你有興趣的東西 這也可以啦 看你目前的狀況而定 好啦我們一天不要太久 大概10分鐘左右就ok了 那我們明天網路行銷8點檔 繼續回答大家的問題 掰掰